來,那現在我要講另外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請同學把你的筆記本拿出來 我現在需要你的筆記囉 或者你要把你的重點燒在你的課本上 我也是可以的 來,請把你的筆記本拿出來 來,五句一定要算課本 每一個題目都反覆的算過 好,那這個筆記本拿出來 而且我旁邊寫一個柱 來,這個請你寫上去,這課本沒有 來,有三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兩腳如果越大 欸,代表說你離這個目標 離你觀測的那個建築物 離這個目標 欸 越遠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來監控 好,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 兩腳 如果越強 好 再來第三個 這個請你寫上去 第三個如果是羊腳怎麼樣 香的 OK 所以這邊就寫 好,已經落標 好,已經落標 這個慢慢講齁 我們三角色量其實很快就要交完了齁 好,我跟早前講齁,重點是第三個 考試真的比較容易考的是這個羊腳香的這一個 所以這一個我教學你特別做一個記號齁 來,羊腳香的這一個 好,這比較重要齁 好,慢慢講 慢慢講齁 那我當然可以來跟我們班同學稍微的來talk一下齁 來,這個是個很簡單的小朋友的問題齁 這個我來問誰呢 問26號 26號在哪裡 26號 駿陽 來,出來哥我問你齁 你看一個東西啊 如果你羊腳越大 代表他離你越怎麼樣 越近 欸越近,對對對 就是這樣嘛 很簡單啊 對不對 你頭抬著越上面嘛 對不對 你羊腳越大代表他離你越近 那同學,羊腳如果越小 你離這個目標就越怎麼樣 遠 就越遠啊 對不對 那現在第三個你覺得要怎麼寫 如果我看一個東西 跟你看一個東西 我們的羊腳如果相等的話 代表我們兩個人跟這個目標是怎麼樣 距離會怎麼樣 一樣的 這個叫做等距離 對不對 好,代表我們離這個目標是等距 欸,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們兩個人抬頭看某一個建築物 我們的羊腳一樣的話 是不是代表我們離那個目標 我們的那個距離是相等的 對吧 這個很直覺 好,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結論喔 來,旁邊喔 同學會寫一個小小的結論 OK 這個結論是這樣喔 我要談一個羊腳相等的一個問題 兩腳相等同一 好,那這裡要先強調一件事情 ABC這三個點怎麼樣 他是不貢獻 不在同一條直線上 好,可以嗎? ABC三點不貢獻 不在同一條直線上 好,那接下來就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喔 ABC ABC 欸? 這三個點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好,這樣就好,這樣就好 好 來,這個同學找個空白的位置寫一下喔 如果你有看我三年前的教學影片 我跟你講我現在教的很少 我都沒有什麼補充 我就教你應該要會的東西而已 盡量講的簡單一點 我這邊這個意思是這樣喔 來,同學啊 這裡如果有一個建築物 它的底部叫做O点 這個叫它的底部叫P O P 這是個建築物 如果現在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不在同一條直線上 他們看這個建築物的仰角都一樣喔 他們抬頭起來看這個建築物的仰角都一樣 代表這三個點會怎麼樣 欸?他們離這個建築物的距離是不是都會怎麼樣 都會相等 跟建築物的距離都會相等喔 那代表他們三個人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你們有學過什麼東西 就是會離一個特定的點距離都會一樣 那個概念是什麼 圓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點一定會共什麼 一定會共圓 他們一定會在同一個圓的圓周上 這樣講有沒有直覺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這邊畫一個圓 我這樣畫 我這樣畫一個圓 有A B C 三個人 假設A在這邊喔 A在這裡 A在這裡 然後他去看這個O P 來看這個建築物 他的仰角叫做誰 叫做Sita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仰角是Sita 那如果這裡在這個地方 這是這個圓 來這裡如果有一個人叫做來B 他站在這裡 他在圓周上 對不對 然後他去看同一個建築物 來你看這裡 這樣子 同學那我問你 這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一樣是誰 一樣是不是叫做Sita 是不是這個意思 很直覺嘛 我盡量沒有講的很難 那如果有一個人C在這裡的話 那是不是一樣 這是個立體圖形嗎 他去看這個建築物 來同學你看 他的仰角也是誰 也是Sita 所以你現在開始慢慢把這些觀念 把它建立起來 什麼觀念 同學如果這三個點不貢獻 然後題目出現仰角相等之後 一定這個觀念就要出來 這三個點一定怎麼樣 一定會共有 這一個結論非常重要 這三個點一定會共有 一定會共有 那這個同學我問你 這個OA長度 OB長度 跟這個OCE長度 是不會一樣 剛好是這個圓的什麼進 半進 這樣有了解 OK嗎 好 我們就簡單的 把兩角一角 這個基本的概念 跟同學說明一下 可以嗎 可以的話 我們就來做一個題目 把今天這堂課做一個Ending 來我看做哪一個題目 來我擦掉 擦掉這邊 可以嗎 這個也插就好 這個 知道一下就好 請看到課本71頁 來 他會翻到課本71 課本71頁 我們現在來看他的隨常練習 這個隨常練習 請給他三個讚 可以嗎 來 課本71頁 請同學看他的隨常練習 那個練習 你自己回去做 來 這給他三個讚 這個題目 沒帶靠跟前面的帥哥一起看嘛 還是你跟雅妙一起看也可以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 在地面上不貢線的ABC三點 你會把不貢線三個字畫起來 這三點不貢線喔 然後這三個點 你從這三個點 去測得某一個尖塔 頂端的羊角都是75度 哇 羊角都是75度畫起來 你從三個不同的點 這三個點的貢線 去測得某一個尖塔 頂端的羊角都是75度 然後 已知AB線段長度60公尺 腳ACV120度 請問尖塔的高度 這個題目很好 他完全不給圖 我給同學一點時間 你會畫圖嗎 來 你先把這個圖畫出來 那在畫這個圖的同時 我先建議同學 你應該知道ABC這三點會怎麼樣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這三點會共圓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要先畫一個什麼 先畫一個圓 比如說你就先畫一個圓的一部分出來 可以嗎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點叫做O 然後這裡 這裡有個尖塔 是不是 這裡有個尖塔 這是圓心 然後他說ABC 楊角都是75度 那A點假設在這裡 A點在這裡 所以A點這樣看的話 我看一下 這個圖畫出來要合理 這個角度是幾度 75度 可以吧 好 這個角度不用寫 這角度給一下 然後題目有講 我們就不要再寫出來 這個楊角是75度 好 然後我看一下這個V點要畫在哪裡 他題目說 角ACV是120度 所以這個時候 我的V點畫在哪裡會比較合理 ACV喔 所以我C點是不是應該要抓在這裡會比較好 我的C點就是抓這邊 來這樣子 這樣 頭學你有看到嗎 AC嗎 然後那個V點我把它抓在哪裡 如果要120度的話 這個V點可能抓在這裡會比較好 比較符合題目的要求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欸 這樣比較感覺 有嗎 這樣感覺好像就蠻符合題目的要求 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說什麼 他說 AB線段長度是幾公尺 60公尺 所以你現在把AB線段長度連起來 這一段紅色的是幾公尺 60公尺 然後他又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角ACV是幾度 120度 哇 角ACV 所以我們把AC還有VC把它連起來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來 這個紅角 這個幾度 120度 對不對 這樣 他圖大致上應該是長這樣 OK OK 來 那現在就要讓同學來思考一下 我們怎麼把這個塔的高度算出來 所以塔的高度給他一個代號 你們喜歡用誰 H H H就H吧 來這個高度叫做H 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 OA長度 OB長度 OC長度 是不是應該一樣 這個是遠的半徑 對不對 那遠的半徑我們也給他一個名字 遠的半徑我們令他叫做 大 可以嗎 圓的半徑 好 所以題目其實有提示我們 同學我問你 他們的仰角都是幾度 75度 那對這個75度來講 這個是0邊 這個是對邊 所以你很自然的會想到誰 Tengen Tengen的75度 Tengen的75度 是不是0邊或是對邊 來0邊是誰 大R 對邊是誰 H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同學我問你 HQ是誰 HQ很簡單 HQ就是大R再乘上平均的幾度 平均的75度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 欸 我只要把大R算出來 這一切是不是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只要把大R算出來 HQ就算出來 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 這個大R是什麼 你告訴我這個大R是什麼 同學這個大R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來請你看這邊 這個大R你說老師不是這個圓的半徑嗎 沒有錯 那請問喔 這個圓是不是ABC這個三角形的外接圓 同意我看法嗎 所以這個大R其實是ABC這個三角形外接圓的半徑 你把它寫一下 這個大R其實它是三角形 三角形ABC的外接圓半徑 你就慢慢去想這個題目 外接圓的半徑 好 來我等你寫一下 外接圓半徑喔 哈囉 那這一個題目我們其實快結束囉 同學我問你 想到外接圓半徑啊 你有學過一個定理 跟外接圓半徑有關 叫什麼定理 正群定理嗎 同學你看 這個是不是長度60 這是不是角度120 A比3A是不是會講個2啊 所以從這個正群定理 來我們去寫一下 有什麼定理呢 由我們非常熟悉的正群定理 由正群定理我們可以得到誰 這個60比上sine的多少 sine的120度 是不是會等於2啊 A比3A是不是等於2啊 那請問同學 那R怎麼可以算 可以喔 那你R算出來再帶進去 你的HC就出來了 OK 來剩下的同學 你把它寫完可以嗎 你先幫我把R算出來 我需要你去算這個R 你先告訴我你R算出來是多少 好 這別班同學很快就算出來 R是多少 R是多少 20根號3對不對 來20根號3 那你就把它帶進去嘛 這個家伙是不是就等於20根號3 再乘上平均75度 平均75度 其實題目有給你提示喔 叫做2加多少 2加根號3 所以他就再乘上2加根號3 那我們這一題不就解出來了嗎 來我們看一下喔答案是多少 20根號3乘你2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什麼 40根號3 那20根號3乘根號3 變成加上多少 60 所以同學這個塔的高度 它其實是多少 其實是60加上40根號3 單位是什麼 公尺 這樣可以嗎 這個題目其實總覺得沒有很難 稍微看一下 應該是還可以 好 OK OK 好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堂課同尾謝謝 我們就先到這邊 謝謝